当回教徒问我的时候,我怎么能够来维护主耶稣的神性,一个好的问题。 如果在笼子里面有一只狮子,这个笼子里面有狮子,你怎么知道它是狮子? 你看它的毛是狮子毛,它的面是狮子臂,你看它的颜色是狮子颜色,我不相信它的狮子,那么你就不要一直大做文章,不必再讲,你告诉他,我把它放出来,好不好? 那等到你给它吃到一半,你一定会说,是,是狮子。 这个叫做或的副教学,今天把副教学沦为一种理论的研究是错误的。 复教授应当是一个生命或生生的印证。 很多人装作哲学家,跟你辩论是要报道你,你懂吗? 而基督徒应当,用更极节的武汉看,试色甚过穷变,来做复教家。 所以我的副教学现在不是专门独立的一个学问,是跟生命的福音连在一起。 如果我可以活得更老,我有很多方法论要改变这个世界。 我再说,狮子是狮子,不是你的理论证明它是狮子。 狮子是狮子,不是因为你的理论证明它是狮子。 你怎样复卫基督是神呢? 大概三十年前,我带领了一个一万五千人的聚会, 有一个回教徒发现一个问题。 为什么你把耶稣这个人当作是神,只因为祂会行神迹? 你为什么把耶稣这个人当作是神,只因为祂会行神迹? 现在我请几个传道的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?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?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? 我说,你怎么敢把耶稣这位神当作是人,虽然祂已经行了神迹,你还不信? 你知道我的方法论是什么吗? 你不要站在你不信的立场来逼我服务你。 我要站在我信的立场来说服你。 其实这个理论,这个方法,现在大家知道,就是Alvin Pantinga的办法。 当非基督徒发理论的攻击我们的时候,我们招架不住,忙得不得了,尽量跟着办法的盼望说服他们,你神经有问题。 那些非基督徒发的理论本身根本没有根据的。 这就是这三百年来理性主义的失败的方法。 他们用理性审判基督教信仰的时候。 他们先假设他们的理性不需要受审判。 所以他们用他们没有把握的知论来否定你有把握的信里面的知论。 一个人说,李显龙,给我这个权柄,到你家来,来查你整个房子。 你吓得半死,这个房子给他查了什么办法。 你哪里来的? 李显龙,我怎么知道李显龙,这是他的信。 那不要紧,你把他的信拿来。 现在查那个信是不是李显龙发的。 所以他没有查你,你先查他。 你才是智慧人。 如果他一讲,你就吓,你是聪明的傻瓜。 所以,我们对这些华裔派的人应该有怀疑的心理。 所以那些反对基督教的理论,根本自己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。 他告诉你,你证明给我看。 你笑他说,你以为真理是可以用证据显明出来的吗? 证据太小了。 一个妈妈看孩子够够不好,一直哭,一直哭。 这个孩子说,妈妈,你这么爱我,我很受感动。 所以我现在请问,可以不会把你的眼泪放在我的瓶子里面。 要说什么? 我已经哭死了,你要来到我的眼泪了。 我要证明。 证明你的爱这么伟大。 所以你把你的妈妈的眼泪带给罗博士, 请她转教教授,查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 后来第二天,教授就查出来了。 杨大明长老妈妈的眼泪, 第一,H2O。 因为很多水嘛。 第二,这个NACL。 有盐粉在里面。 因为眼泪很咸,不相信你试试看哦。 第三,有这个,这个什么什么, ZN什么什么的,妈妈擦粉,粉跑进去了。 还有DUST。 因为有这个灰尘跑进去了。 所以呢,这个你妈妈的眼泪是这样的。 你打回妈妈说,你的眼泪里面的内容就是这个。 妈妈说,错了。 妈妈这么骄傲, 没有读过化学,从前才小学毕业。 这是滚大的化学教授查出来的啊。 有最好的仪器,Laboratory里面查出来的。 妈妈说,无论怎么查,错就是错。 哇,妈妈这么强哦。 你怎么证明我的错。 妈妈说,我说错就是错。 妈妈说,你这么主观。 妈妈说,你查的,有一样东西你永远查不出来。 什么东西呢? 除了DUST, 除了ZN2OH, 除了MACL, 除了H2O, 还有一件东西你查不出来。 什么东西呢? L-O-V-E 对不对呢? 因为我爱,所以我流泪。 姐妹里面能够查出爱吗? 永远不可能。 为什么呢? 因为那是超过证据,超过科学范围。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 Moslim反对你。 那你可以问他说, 有哪一个人生活比他更圣洁的吗? 有哪一个人生活比他更慈爱的吗? 有哪一个人生活比他更公义的吗? 有哪一个人生活比他更公义的吗? 有哪一个人生活比他更良善的吗? 让他们回答这些问题。 那你就发现了。 耶稣基督不但没有犯罪。 他敢说, 你们中间的谁能指出我有罪来挑战? Mohambad说, 可以娶四个老婆。 Mohambad说, 你可以娶四个老婆。 但是我自己娶四三个。 但是他自己娶三个。 其中一个是我的子儿子给我抢过来。 你怎么比? 他叫你证明。 你叫他证明你的Mohambad是谁。 最奇怪的, Mohambad再讲一句话。 其实我的生命是在伊萨先知的手里。 他说, 其实我的手是在伊萨先知的手里。 我这个气, 我的手是在伊萨先知的手里。 耶稣的手里掌管了我的生命。 那你说, 怎么证明耶稣是神呢? 不必用证明。 他们自己漏洞百出。 因为可兰经里记载了两件事。 第一件事是什么? 他们来骂玛利亚的时候, 你死生子, 你这里面的肚子一定不好的东西。 玛利亚没有哭。 因为她没有犯罪, 为什么要哭? 玛利亚回答说, 当她生出来, 你们自己问她是怎样的孩子。 发一句话给我。 当耶稣生来问, 哇哇哇! 不是! 耶稣生出来以后, 他们问, 你的妈妈有没有乱来? 耶稣说没有。 耶稣说没有。 她是圣洁的女人。 这件事是记载在可兰经。 当然, 不是说耶稣讲的就是这两句话。 是玛利亚挑战那些法利塞的。 你们自己问她。 她的话要说明, 我是圣洁的女人。 这表示什么呢? 他们暗示耶稣基督不是普通一个孩子。 圣的时候已经有道德责任, 有言语的能力, 有圣洁的复卫, 有神的能力在她身上。 第二件事, 有一次他们证问她的时候, 耶稣就替不回答。 他就从地上抓了一把泥土, 然后就捏成一只鸟, 以后把这只鸟转过来, 吹一口气在鸟的小壁口里面, 这只鸟就开始飞了, 就在众人面前飞到天空去。 所以这个不是圣经的, 这是可兰经的。 我本来不够用可兰经来帮助基督教, 根本没有资格,他们没有资格。 他们自己显明, 耶稣是创造者, 耶稣是生命的气, 耶稣从无变流, 从死的泥土变成祸的鸟。 这不是神的工作,是谁的工作。 整个鬼教徒知道, 他们的摩哈摩的一生, 没有行过一件事。 今天我在下午的聚会和印尼团祭讲道的时候, 我们这里差不多八百人听我讲道的时候, 他们才二十个人, 现在他们每一场三四百人, 你们没有什么节目。 你们有个问题说什么? 是谁告诉你基督教才是真理, 佛教、灰教、印度教都不是真理的? 你怎么回答? 你怎么知道佛教不是真理? 你怎么知道佛教不是真理? 我说是他们自己告诉我的。 他们怎么说告诉你呢? 摄迦摩尼自己说, 他要寻找生命的意义, 要找真理。 结果游来游去, 就发现身劳病时苦。 他就误到真理。 为什么一个人找真理? 因为他没有真理。 为什么一个人找真理? 因为他不是真理。 所以是他告诉我的啊。 那么,孔子什么时候告诉你他不是真理? 孔子说呢, 为之生焉之死。 我人生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死呢? 自己承认他没有真理。 摩哈摩尼怎么说他没有真理呢? 摩哈摩尼说, 你不要以为我会救你啊, 你们要为我祷告。 盼望我死以后, 可以到上帝左右一个好的地方。 他盼望,他可能, 他不是说我肯定。 耶稣基督说, 我在哪里, 你们也在哪里。 因为我活着, 你们也活着。 这些宗教家奔到这个地步, 这样比来比起, 没有看见这些最重要的基要的, 就是真正的关键的名字。 为什么? 因为人已经有了自己一套, 一定爱自己的一套, 无论自己, 我这一套一定对, 你不要来管我, 我的是对, 你一定丑。 人就用这样的态度, 对待上帝。 因为我们忽然保持自己的一套, 我们不想承认自己的一套, 我们不想承认自己的一套。 谢谢。